一座城市如果有水就会变得有灵气 如果有桥就更加增添了城市的韵味 在哈尔滨就同时满足了这两个特点 松花江上千里冰封 历经了两个甲子的老江桥 屹立在江面上 讲述着这座城市的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黑楼江的哈尔滨 哈尔滨这座城市它的许多东西都是跟松花江有关的 就包括我身后的这座桥也不例外 这座桥叫做老江桥 它也是横跨在松花江上的第一座铁路桥 接下来咱们就一块走进它去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曾经站台的一个湖园 在我们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两条鞋轨 哈尔滨并没有很长的历史 在一百多年前 列强之间展开了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角逐 催生了一条横穿中国东北大地的铁路 与此同时呢 在中国的东北诞生了一座崭新的城市 哈尔滨 沿着横穿这座城市的铁轨 向西一直可以走到欧洲 向东能够直抵太平洋 哈尔滨也就成了东北亚的中心 老江桥是哈尔滨人对于这座桥的一个爱称 它的学名叫宾州铁路桥 宾州铁路就是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一条铁路 这座铁路桥是松花江上最早的铁路大桥 也是哈尔滨的第一座跨江桥梁 它位于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的东侧 它也是哈士道里道外两区的一个分界桥 这座桥呢 它是1898年开始设计的 1900年动工 到了1901年呢 就已经完全的完工了 从空中俯瞰 整座大桥是非常壮观的 这座桥共有19孔 宽7.2米 全长1015.15米 从开始设计到建成通车 一共历时四年的时间 建造的速度在当时是非常快的 这座铁路桥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历史原因复杂 在俄国掌握铁路的时候 铁轨是一个型号 到了日韦时期 铁轨又换了另外一个型号 后来苏联红军回到东北 又改成了原来的型号 解放之后 新中国接收铁路后又改了一个型号 于是呢 一条路上有两种标准 不同规格的列车都可以行驶 也就出现了 在同一条铁路线上 四条钢轨并行的局面 这些不同型号的铁轨 也算是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历史 和新中国一步步成长 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伟大历程 松花江的江面还是非常宽阔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冰封的松花江 到了1962年 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铁路桥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后来是由东北铁路工程局进行过加固的 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大桥的旁边呢 还有一条非常现代化的铁路桥 时不时还能听到火车的轰鸣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宾州铁路桥 只有一条铁路线 大大的限制了列车的通行能力 所以在2014年 新的松花江特大桥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 宾州铁路桥呢 就彻底的停用了 在这之后 宾州铁路桥就作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缮之后完整的保存下来 成为了槟城旅游的观光桥 两座铁路桥并立在松花江上 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百年历史 新老哈尔滨在这里交替 为每一位游客讲述了一部 会声会色的故事 我们站在桥下看这座桥 它还是非常的壮观的 这座桥呢 也可以说是见证了哈尔滨的发展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来到哈尔滨就可以到这座桥上走一走 看一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 拜拜